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举也被不少网友讽刺时字不量力 随后他也公开发布表示 社交账号一直由闺蜜打理 对于之前在采访中提及美艳芳爱情失败的言论 更是回复表示对美艳芳充满敬意 因为你的事业已经到底 那就会像美艳芳 怎么说 因为他一辈子都在寻找爱 连他最后已经瘦成那样 他在台上都要穿着白纱 人生不能倒过来 不得不说的是 有网友爆出 早在之前伊能静就曾拉踩过于成庆 而目的也仅是为了洗白自己 这次事件被网友调侃是历察气息满满 谈及同节目队友 言语间更是一直在捧自己 然后另外这女孩呢 因为是倒数第一 整场三十个里面的最后一名 然后就一直在哭 那个我上去拐着了 那个卖太差了 就各种那种 然后接下来开场 我嗓子声音出不来 我声音太哑了 看来这兴风作浪的姐姐挽回观众员 也是件难事儿了呀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快来评论告诉我们吧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